包容与爱让人生更幸福美满 继续来看这位剧团团长也爱心大爆发 他的团员很特殊 是心智障碍小朋友 一般踏上单轮车这简单动作 两分钟就学会了 不过这女生学了三年 却还无法一次到位 团长不仅要很有耐心地教 还得安抚有突发情绪的自闭症孩子 而且这套表演跟街头艺人表演同一套 没有掏甲包 可见各种辛苦 但总算有代价 五个团员考取街头艺人证照 团长说有一回他看到有个妈妈 牵着孩子的手不放 让她很震撼 于是发愿一定要想办法 让这手安心地放开 或许就是孩子母亲那不放弃的精神 勾起他骨子里那一份坚持 所以无怨无悔地付出 团长也是从小开始练杂技 而且获奖无数 二十二岁就成立了剧团 但倒了三次 现在百万甚至罹患忧郁症 但还是不放弃 连父亲要他转行 仍继续坚持 现在又为这群漫飞天使 再创一个新剧团 他说在这群孩子身上 获得很多力量和鼓舞 还要带着这群孩子 把感动散播到全世界 快去快去 嗨 子怡 妳拿这个 子怡 妈推这个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带 我们今天要去综合表演 OK 好 那大家分工合作 我们先来装车走 子怡 慢慢走 好 子怡 妳最后一个 子怡 先走 带着各式道具 为了今天中午的演出 团长王光华和团员们提早集合 一同前往现场 好 子怡的箱子给我 很棒 子怡 妳很棒 有帮忙 对不对 然后是大球 扁框 配备陆续上车 眼看时间接近 大家加紧脚步 准备出发 好了 那我们出发了 坐好了 今天好像才十六度 冷 然后大家等一下要稍微暖身一下 不要受伤 OK 即便神经百战 表演世家常编范 王光华不厌其烦 每一次出演 都得一再确认已叮咛 第一个猫猫高桥 然后那个紫幼伟胜清汉 还有我转LED棍 子怡 妳拍我屁股要拍用力一点 OK 好 子怡 然后我访问的时候要讲话要怎么样 一连串的叮嘱更不食肉身安抚 对这些孩子来说 王光华是团长 是教练 有时也像另一个爸爸 好啦 猫猫 你表现很好啦 只是我早上真的太急了 我大声不是在骂你 那个LED棍那个走位 你要走好记住好不好 特殊的孩子嘛 就是需要多一点空间 他们需要有人去了解他们嘛 是 他们是有在进步的 他们是一直慢慢进步 譬如说我稍微凶一点 他们会 他们会稍微那个专注力 会集中一点 子怡 来 妈妈 子怡 拿不拿得了 拿去舞台旁边 先带他们过去了 清汗 抵达现场一一卸下道具 为了熟悉舞台 表演前的最后排练 大家一样得绷紧神经 妈妈拉得清汗 拉得 子佑你要从这边上车 速度不要变慢 马妈拉扭边边一点 清汗你不要乱好不好 清汗的跳绳呢 一 二 三 下 你是不是呼吸不过来 是不是有点紧张 你放轻松 你做得到好不好 时而极颜立色 时而鼓励关怀 稳定团圆情绪 就是期许等会儿完美的演出 新兴剧团为我们带来的 打耍表演 热情掌声鼓励 欢迎挑战 好 站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首先带来接圈圈的表演 也祝各位圆圆满满 再一次 彩色套环 单手抛接完 雙手接招 紧接着彩高桥现身 大耍LED棍 热闹开场让观众眼睛一亮 王光爬不时穿梭其间 引导表演之余 让大家更认识团圆 好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 董青和通常自闭症的小朋友 他们的天生平衡感 就比我们正常人还要好 你看他手都不用打开平衡 毛练习 杂技马戏 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 他是发展磁缓的朋友 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 耶 彩球上灵活自如 不时还和观众互动 几个月前一次活动曝光 让王光华有机会 带着大家一起亮相 在四个月前 参加综合的活动 那区长就很热心的 马上跑到后台来 他说哇你们表演得好棒喔 哇那我也很骄傲 然后我就跟区长讲 我有一群这样的曼菲儿 王光华老师 他可以带这群曼菲的孩子 别人可能交一次会 老师说这个孩子呢 要交两百次才会 那是要花了多少的爱心跟耐心 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来养活自己这样 身兼主持创场的王光华 自己当然也得嘎上一脚 我跟子怡练习的时间 已经有三年半的时间了 一 二 三 亮相 而后一连串独轮车表演 更让观众演发缭乱 掌声不断 一 二 三 接下来他们要来一个 高难度的动作 叫做穿笼 台前观众兴致盎然 一旁陪同演出的团圆家长 看孩子的眼神 更流露无限关爱 听到妈妈说 她回家在做梦的时候都这样 哇 给我掌声 给我掌声 我想每一个人都一样 她都希望有机会 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 非常美 掌声中羡慕 如今不论是活动现场或街头 都能看得到新兴剧团的演出身影 身为他们的大家长 为了让孩子们 从中找到自己的舞台 以自信 王光华不仅投注热情 更投注不少时间 以心灭 子姨往前移动 你在定在那边你就罚站 秦翰 手打开 好啦 猫猫 你们两个练那个 练波轮圈手 从启蒙的初阶班课程开始 如今各个都已然是进阶班的能手 我们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课 我们在后面会留半个小时 给他们跳堂王床 或者是玩踩大球 后来就以单轮车为主 毛毛扭腰 扭腰 毛毛扭腰 除了指导动作和技巧 王光华不会言 更多的时候是与孩子们沟通 安抚他们的情绪 不生气 不生气 好 不生气 拍掌游戏仿佛是他和青汉 两人之间最有默契的通关密语 对王光华来说 看着孩子不论是演出技巧 和情绪控管都逐日进步 是最欣慰的事 他一来就会其他人之后 可是他是没有办法按照指令 他就是跟小蝴蝶一样 我们那天已经练超时了 然后已经练到 就没有办法练到我都失去理智了 我就把车一摔了 我就对着空气一骂 我就说 青汉 你不按照我的规定做 我们永远练不好 你知不知道 结果他突然回答 知道 当场我都哭出来 妈妈全部哭出来 从此以后 他就会回应人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陪客的青汉妈妈 也不忘上前叮咛孩子练习 为了增加孩子注意力 青汉小学三四年级 妈妈就尝试带他到处上课 然而处处碰壁的窘境 直到来到这里 才重燃信心 我还没有进去 我说我家是自闭症 他说不好意思 门就关起来了 然后我们教长就会很挫折 我来这边的时候 有一天团长就叫我过去 我就吓一跳 怎么是是是要被退货 他说没有 他说青汉妈 你们家董青汉 那个平衡感很好 在王光华带领下 青汉不但成功在众人面前 发光发热 青汉妈妈更开心看到 孩子的转变与成长 经由团长的带领 然后慢慢引导他 能够跟团队合作 而且他会让他的人际关系 会慢慢的会有进步 大球上跳绳 那个是世界超难 我大概只能跳一下 那这个世界不是 就这么缤纷多彩吗 有凸有凹吗 他们可能是凹的那一个 可能是凸的那一个 那我们只要 多给他们一点时间机会 那他们表现不是也很好 平汉专心 专心 专心 过去师承国宝籍特技大师李唐华 王光华退伍后就自己创团 起先以科班毕业为主的职业剧团 因为一次夏令营 让他接触到口中的漫飞天使 特殊生就是唐宝宝 心智障碍的 那时候第一次接触 也有被震撼到 一二三上 不同于过往教学经验 王光华坦言 其初也曾一度感到无力与低潮 情绪会做天一样很大 所以他这样抓起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也不是超人 你完全没有办法规范他 毛毛放轻松 预备脚放踏板 脚放踏板 漂亮喔 漂亮 二十三岁的毛毛 先天性发展迟缓 跟团长练习近八年 如今不但是队长 更是王光华最得力的助手 耐心带领他们提升技能 王光华自己也从中学着包容 理解孩子们的情绪 然而偶尔无法预料的突发状况 也让他措手不及 看他一直在摸胸网一直这样 我就主动的在没有跟他沟通 我就把他的动作删掉了三个 整个人失控到他是直接把单人车 这样举起来往地上这样 啪 然后那个围着一圈的观众全部 也许正因为孩子们自然的情绪表现 让每一场演出更显得独一无二 我们的演出每一场都独特 我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感动 那个感动会化为我 支撑我再站起来的力量 所以它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然而剧团生存不易 资金短缺的现实 常让王光华身上倍感沉重压力 但是看着孩子的努力与进步 却获得更多感动与能量 不要握拳头 我太紧张了 好 再来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就只是这样把脚放上去 上车预备 一 二 三 好 就是这个动作叫上车 这个一般的小朋友大概 两分钟就会了 所以他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 三年三个月 可是我们会骑的对不对 而且你会跟团长演 演什么 演什么 大声一点 你喜不喜欢表演 喜欢 那紫怡先天第六对染色体异常 想说这些孩子他们一辈子 永远就是这个年纪 有的时候想一想也蛮好的不是吧 那这边不是这边 不要怕 对 不要怕 紫怡嘴里嚷着不要怕 鼓励自己 仿佛也鼓励了王光华 起初为其四周的迎对 延伸为每周常态课程 除了是王光华 对孩子的期许 更是一份对爸爸妈妈的使命 在上课途中看到那个 妈妈成的小朋友 我就自己发愿说 我一定要让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个 手安心的放开 而且我练到一半的 那个爸爸妈妈就来商量 说你看他们都那么厉害 都跟不上 我们刚才退出算了 我说不要放弃 不要轻言放弃 因为这些漫非天时的努力 让王光华看到 生命永远还有更多可能性 我在他们身上 一样获得了很多的感动 还有力量 还有服务 他们都可以站在舞台上 发光发热 你只要坚持你的梦想 你一样可以做到 我想在这个时候 我想要 创造出来这个世界 一个正向的 一个正面的 一个良性的循环 牵着孩子的手 一步步往前 这个爱心团长 坚持自己的信念 要带领漫非天使 努力飞翔 找到自己的另一片天 无私的爱令人动容 稍后来看同样令人感动的 祖孙琴 还意外成就一门事业 所以主要一开始 是要找一个工作室 是可以照顾他的 因为他每两个小时 就要帮他翻身一次 其他的工作 其实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冷冻的部分的话 我等于24小时 都可以接到定了 所以我们有很多商品 也是为了他才去做出来 我们就开始有 红萝卜的 有黄色的 有黑色的 有紫色的